病毒又出现新一轮的变异升级了 目前已有奥密克戎和原来的德尔塔结合 形成了新的德尔塔克戎毒株 杀伤力进一步升级 面对病毒的肆虐 西方列强们只能躺平 美其名曰群体免疫 尽管我国以强势之资镇压了疫情 但不得不说其中投入的人力物力早已是天文数字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中 居然有四个国家仍然保持着零感染的记录 你敢相信吗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揭开 灵疫情国家的神秘面纱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 我是小强哥 第一个国家是全球第一小国 脑鲁 有人说脑鲁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村子 如果你想在地图上找到脑鲁 得把比例尺变成1比20公里 才能通过肉眼观察到它的存在 作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脑鲁的国土面积仅为22平方公里 脑鲁位于南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当中 原本是太平洋上一座美丽的珊瑚岛 原住民有明显的波利尼亚人特征 自从1798年被美国捕金船发现后 这个小岛经历了被占领 被殖民再次独立的艰辛过程 后来这座小岛被发现 蕴藏着丰富的磷酸盐资源 原本靠捕鱼为生的脑鲁人 通过出口磷酸盐 获取了大量的财富 成为了爆发户后 脑鲁人就医 教育都是免费的 由于岛上资源匮乏 淡水肉类来源均依赖进口 不过因为有钱 岛民们一天至少可以吃到6顿 来自澳大利亚的进口牛肉 然而有限的磷酸盐 总有被开采完全的那一天 现在的脑鲁到处都是光秃秃的珊瑚礁 安乐个半个多世纪的他们 也没有传承好祖先留下的捕鱼技能 长期来看 或许大规模的移民 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唯一让人感到幸运的是 指出不进的小岛 由于环境封闭 并没有受到新冠疫情的波及 但他们目前也陷入了 国家生计难以维持的局面 看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惊讶 第二个国家是图瓦炉 一个即将被淹没的袖珍岛国 图瓦炉是全球第二小国 平均海拔4.5米 据专家预测 该国很有可能在40年内 因被海水吞没而灭国 甚至有岛民曾经在世界媒体前 要求全球70亿人给图瓦炉说对不起 因为全球变暖 导致海平面上升淹没图瓦炉 有每一个人的功劳 因全球变暖导致的各冰川融化 目前已造成全球海平面 平均上升12厘米 这个看似微小的数值 对小岛图瓦炉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任何一侧大规模的海啸 对于它来说结果就是国灭 与脑炉类似 图瓦炉国土面积仅为26平方公里 人口有一万多一点点 但是它得了脑炉的病 却没有脑炉的命 没有任何矿藏可以依靠的图瓦炉人 只能靠着捕鱼勉强果腹 但是命运却没有放过靠自己双手生活的图瓦炉人 海平面的上涨 让这个小岛上的居民 每天都活在被淹没的恐惧之中 2001年11月 该国领导人发布一则声明 称图瓦炉对抗大海的战斗已经失败 图瓦炉人不得不像流民一样 向全世界寻求接纳与庇护 也是因为人口向外的大量撤离 图瓦炉也幸运地远离了新冠疫情的肆虐 第三个国家相较于前两个小岛 面积大了不少 它就是图库曼斯坦 图库曼斯坦的国土面积49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我国一个四川省的大小 1995年12月 瑞士和图库曼斯坦 一起被联合国承认为永久中立国 但图库曼斯坦也是个奇葩的存在 大多数人提到它 都会想到那个鼎鼎有名的地狱之门 那是前苏联专家发现的一个天然气洞穴 在发掘的过程中 因为操作不慎 致使洞穴部分坍塌 天然气也因此泄露 科学家们为了确保安全 于是点燃了这个洞穴 可未曾想到一把火烧了60年 还没熄灭 2010年 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 曾下令扑灭地狱之门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至今还没成功 后来他们索性把这个大坑当成旅游圣地 用来赚钱了 图库曼斯坦的个性 就像这件事中所表现出来的心大 而且他们的医疗 教育等基础设施都比较有保障 人民的生活也相对富足 世界局势中扮演的角色 类似于地主儿子 只想着自己开心就好 也没心思参与国际外交 所以一门心思的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所以除非实地考察 否则图库曼斯坦上报给联合国的疫情数据 也并没办法考证 当然图库曼斯坦也有自己的防疫政策 谁谈论疫情就逮捕谁 可以说十分强势了 受制于相对封闭的政策和外交 也不排除图库曼斯坦的防疫工作 确实如他们公布的一样可靠 以上三个国家之所以能够阻绝病毒 其共同点无外乎三种 在于国土面积小 内部能够自给自足 外贸需求小等等 但我们的老邻居朝鲜 他能够完全避免疫情 则是人力之功 自2019年底 新冠肺炎在我国武汉大规模爆发 当这座英雄的城市不得不宣布封城时 千里之外的北朝鲜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他第一时间关闭了国门 国人不准出境 什么为了经济发展贸易往来之人 通通隔绝于国门之外 一个字绝 宣布自我封闭的日期是2020年1月23日 而23日之前入境的人 无论什么身份 通通先隔离30天再说 对人决 对货物同样决绝 北朝鲜并非一个能够完全自给自足的国家 这就意味着 他不得不依靠进口来保障人民正常的生活需求 对于入关的货物 北朝鲜是怎么干的呢 所有搏来货物 皆在码头停放10天 有专人负责货物表面的消杀 10天之后再进行分解 除此之外 朝鲜也关闭了国内所有的公共场所 并用法规禁止人们聚集 有人说北朝鲜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所以敢这么一刀切的抗议 不过这确实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毕竟新冠病毒再狂也是需要传播再提的 北朝鲜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那么相较于疫情净土们 中国是怎么抗议的呢 对我国来说 是否有借鉴意义 有是有 但是必须得说的是 中国的领土 人口量级和那些国家不是同一个级别的 我国现在的防疫水平 已经堪称奇迹了 从英雄武汉 为了控制住疫情 毅然放弃一个千万人口重症的经济效益 在全世界对奥密克戎无所适从的时候 天津卫拿下一血 成功将动态清零 包括现在 上海竞管形势依然严峻 但是对标国际上奥密克戎指数级别的增长速度 我们已经快要胜利了 黎明之前 总是会经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胜利前夕 也总会有异常的声音 回响在我们耳边 英国 法国 美国都躺平了 也没灭国 为什么我们不能躺平 人类可以与病毒共存 这只是大号的流感 事实如何呢 德堡的肮脏事 到现在 某国也没有给我们一个正经的交代呢 也许西方是通过患病 达成群体免疫 但对于中国来说 动态清零才是最行之有效 最实惠的解法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 需要顾虑的事情也有很多 千里之地 毁于乙穴 我们万万不可听信 西方与病毒共存的鼓吹 不可轻易躺平 上海加油 好了 今天就到这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见